2月5号凌晨3点 北京冬奥会志愿者 清华大学台生苏雍俊 乘坐大巴车回到学校 他刚刚结束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现场的服务工作 从4号早上8点多 到国家体育场鸟巢上岗 苏雍俊已连续工作近16小时 虽然很辛苦 但言语间难掩兴奋之情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就看着所有的人 然后一起参与这个冬奥会 不管是演出的人员 或者是地环里面的这个志愿者 又或者是我们在外面 这些场外的城市志愿者 其实都为了这次的冬奥会 贡献了许多的精力 为了就是能够让大家看到 我们这次冬奥会展现的一个冬奥的精神 苏雍俊用简约 安全和精彩三个词形容开幕式 这也正是本届冬奥会的办奥理念 在他看来 在新冠疫情之下 办好这次冬奥会并不容易 而在现有人力范围内 北京运用科技元素 向世界呈现了一场简约 但精彩的开幕式 鸟巢当晚零下的气温 无损观众饱满的热情 坐在观众席上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 台青陈文成近距离观赏了开幕式 他用精彩 非凡 卓越 来形容此次盛会 这种心情真的是一言表 因为你在现场 才能会真正的感受到 那种氛围 尤其是作为我们双奥之城 太不容易了 然后整个现场的科技感也好 或者是这些演员 他们都表现出我们 中华民族的这种气质 然后也是让全世界 能看到一场 真的是叫精彩 非凡卓越的一切冬奥的开幕式 在海峡对岸的台北 台湾中华青年发展联合会理事 许晨品和妻子冯宁墨 在家中通过视频转播 观看了这场盛会 虽然精简 但充满巧思 他们的激动心情 并不亚于现场台包 它的开幕式已经精简的非常多 但是我想说的是 它还是体现了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比如说刚刚开幕式一开始 就是我们的二十四节气 最后倒数到那个立春 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 它也融入了到各个国家的举牌 那个上面 就是冰晶的这个造型 而且它是用中国节的方式 我觉得这个中西合璧 相比于许晨品 冯宁墨的激动之情要更强烈些 故乡在河北的她 很荣幸看到河北省张家口市 与北京共同举办冬奥会 那我们看到说 这个整个张家口地区 其实它是发生了一个 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然后包括崇礼县呢 也于2019年 走出了这个贫困县的行列 那么我真的是为张家口感到骄傲 为北京感到骄傲 为河北感到骄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